这波疫情持续的再扩大 因为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成人中间宣布 再新增两名 这个确诊者案1101 一个案1105 华航一个礼拜就9名机师染疫 让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担心 有没有可能这之中有一个隐形的传染链 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呢 我们先来看到这是案1102 他是本国籍30几岁的男子 也是航空公司的货机机师 而他在4月6号到9号的时候 有到美国执勤 而返台之后居家检疫到4月14号 裁剪的结果是阴性 在台期间也没有症状 但是呢4月19号到22号 再次非美国执勤 返台后再进行居家检疫 4月24号却出现了发烧 咳嗽等等症状 而且发烧是37.8度的这个温度 所以呢25号呢 裁剪期满就进行这个检验 就发现哇确诊了CT值18 那么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第二名的个案是1105 105呢44几岁的本国籍男子 也是航空公司的货机机师 而在今年的4月8号到10号 曾经到美国执勤 返台之后呢有居家检疫到4月15号 而期间的检疫结果都是阴性 也没有症状 但是25号呢 机师在裁剪的时候呢 还是确诊了CT值32 那么他说其实在19号当天 有出现一些食欲不佳的状况 但没有想到居然确诊 指挥中心在上午讨论之后呢 就认为说华航的居家检疫的每个房间 应该要做得更消毒 就更加完整 必须要做得非常彻底 未来也会比照集中检疫所的设置 将一组这个保警 还有护理人员进驻指导 而检视消毒跟动线 到底有没有熟漏 他是不是那种感控的概念 是不是够完整 因为这本来 就在这样的一个接受这种 居家检疫比较多的人的时候 他应该要把它做好 只是我们在这次里面 很多人都是 是不是怀疑说 会不会在里面有所感染的情况 那我们只是让这更专门的人继续看 不管在路线进出的一个消毒 是不是符合感控的要求 那另外呢 我们请保警去 是看他相关的监视器 对于这走廊 有没有这样子跑出来 监视的范围是不是够完整 那有没有确实去监视 若是他们不能够出户 这样的一个规定 那当然我不排除说如果去说问题太大了 那我们会去接管他 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 但目前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打算 我们现在是帮助 那合作 看是不是能够把事情做好来